YOW! 我是YT 今集跟大家繼續開箱 開什麼呢? 今集開的就是 登登 一番賞 無面超人 Caman Rider Saber 的第一 今次開的主要就是開這個E賞 的這一套 總共四款 封面的這四款 有Caman Rider Saber Argito Giora Dekedo 四款的一個Figure 這隻的Figure 據我所知 上網看的資料 它的Size 跟RKF是一樣的 只不過RKF是可動Figure 而它這一款是非可動Figure 一隻Fig死了的Size 動作的Figure 所以它沒有可動 但是以擺設來說 它的造工 聽聞是比RKF更漂亮 也拍得住這個 那個SHF的造工 所以接下來 開了這盒 給大家看了 它這次收錄的這四款Figure 究竟有什麼特別呢? 而且造工又是有幾漂亮的 正常來說 這些一番賞的玩意 這些盒子 正常來說 應該是你要給一個特定價錢 抽 才會有齊四款 這樣 不知道抽多少才齊到四款 一種都比較運氣式 但是現在市面上 都已經有齊四隻去買 這樣 所以我這次其實 不是抽一番獎的形式 我直接就現成買四盒回來 已經四盒都是不同的 那我不需要抽的 那我都 撇除了抽這個步驟 大概外面 看到現在 應該大概200元一隻 這些Figure 相對比 其實就差不多的價錢 開了之後 給大家看看 究竟是不是真的 200元一隻 物有所值 好 讓大家看看 這四款的Figure 好漂亮的 這四款Figure 已經拆了盒子 看一看的造型 是相當之有型的 好 接著來 我將會逐隻逐隻 介紹 這四款Figure 的造工 怎樣的 上色方面又怎樣的 好 看一看四隻先 這次 我將會逐隻逐隻 阿傑陀 時王 Gio Saber Decator 上色方面 大家看到是很仔細的 亦都有台座 等等 亦都是用回他們的招牌姿勢 去做這個造型 都見到部分的姿勢 其實是一些經典的姿勢 Decay Gio 阿傑陀 都是拿回普通的招牌姿勢 造型 比例來說 其實正常 它跟RKF是一樣的比例 但不是差很遠 但由於RKF 我都沒什麼 所以 我都不能夠 拿RKF出來 做一個比對 大家如果自己 本身有玩開RKF的Figure 都可以拿RKF 跟這隻Figure 做一個比對 好 現在逐隻逐隻介紹 好 首先介紹 就是這個 Sherping聖義騎 的蒙親 就是這個 Carmen Rider 阿傑陀 即是可以說是平成的 Carmen Rider 第二代 這個阿傑陀 大家看看 腹眼方面 先看看 頭部 腹眼方面 大家看到 其實它就算是 這隻 一番掌的Figure 都好 它都是有 腹眼在裡面 都是有它 保持著腹眼 都是找回 類似SHF的 那種 設計 放回去 做腹眼的網紋 相當之漂亮 至於 頭部方面 其實大家看到 它的頭部 是用這個 阿傑陀出必殺技 的時候 那個 張開的 那個姿勢 必殺技 其實一看 大家看一出 其實它這次 就做得很有心 至於三方面 大家看到 網民 都是做原有色的 也看到 盔甲上面 做金屬感的 顏色 非常之漂亮 腰帶方面 大家看到 腰帶方面 我覺得做得很仔細 就算 連腰帶 中間的 這個位置 都做得非常之好 用了一種 透明膠的 形式 做回那個 金屬感 都做回一種 皮套的捷紋下去 做到 好像皮套一樣的 象徵度 非常之漂亮 這個就是 我們毛面7阿傑托 CAMEN RIDER 阿傑托 那個造型 第二位 就是我們的 DK哥 在這個 2009年 CAMEN RIDER DKD 系列裏面的主角 LIDER CAMEN RIDER DK哥 我們 大名鼎鼎的 黃小明 DK哥 它這一款的 FIGURE 都是先看頭部 腹眼 腹眼方面 都是做到那種 紋理 中間的 就是有一種 感覺上 令面的綠色 中間做回那種 條紋 相當仔細的 頭部方面 其實就做到 好有SHF的那種 感覺 其實有少少 接近真骨雕的感覺 然後就 看一看 手上的那張卡 都很仔細的做得 很細緻的 腰帶方面 就用了 白色的那隻腰帶 即是用了 09年的時候 白色腰帶 腰帶方面 上色 就沒有落 平成十位 CAMMAN RIDAR的 Logo 旁邊的卡盒 都是沒有的 但是上色方面 都很足 始終都是一番掌 的FIGURE 都不能夠 完全全做到 SHF的那種效果 否則 它就真的成為了 SHF的代替品 但始終 因為沒有關節可動的關係 所以 SHF的代替品 暫時還沒有 但如果仔細 它幾乎 可以代替了 這個 RKF 但由於沒有可動 都不能夠完全取代到 RKF的位置 OK 那第三個登場 就是JOR 這個 平成第20位的CAMMAN RIDAR 也是平成的最後一代 這個JOR 其實很漂亮 我覺得 JOR做得 它那個 頭部造型 仔細 複眼 跟之前那兩個一樣 都是做到那隻複眼的感覺 那個字都是很突出的 LIDAR的字很突出 錶帶金屬式 大家看到胸口位置 錶帶的金屬式 是很突出的 不過 它的LIDAR WATCH的錶肉 都是沒有上色 貼到LOGO 所以 這個位置差一點 腰帶也是 大家看到腰帶方面 的LIDAR WATCH的錶肉 都是沒有上色的 很白白淨淨淨 好 下半部份 都是這樣的 仔細度很高 皮套的那種折紋 都有齊 一個相當漂亮的LIDAR 我會覺得 三款 暫時三款裏面 做工 JOR做工是第一 跟著就是阿傑托 然後就到 黃小明 就是DK哥 好 最後一位出現的LIDAR 就是 我們今年 令和第二位LIDAR 主角 Carmen LIDAR Saber Saber 做工方面 都是相當漂亮的 把他拉近一點 看線 複眼方面 都是跟之前三隻一樣 做到一個很仔細的複眼 頭部方面 他那個劍的位置 都是上了色的 好漂亮的 那個上色度 應該有的顏色 都有上上去的 新方面 龍頭 龍頭的這個位置 那隻眼是做到的 好漂亮的 可能一般的RKF的Figure 上色的位置 沒有上的 今次就是這隻Figure 上面上色 上色 眼珠位置上色 然後皮套的這個位置 金屬紅色 不是一些啞紅色 OK的 不錯 不知道為什麼 Saber這一款 Wonderlighter Book 就上了色 好奇怪 幾款的腰帶 都沒什麼 很仔細上色 就算阿傑圖 都不算完全仔細上色 但是 反而Saber這一款 Wonderlighter Book 就上了色 然後 Sagegan Sword Leiber 那種金屬的金色 都上了 好仔細的 做得 不知道為什麼 至於把劍方面 那把劍方面 不知道為什麼 他把劍 這個位置正常 就欺負文章 反而沒有欺負 烈火劍 他那個章 就做回跟 都仔細做工 仔細來講 Saber 都是一個 相當之美的 一個造型 Figure 最後 給大家看看 最後四個成品 整體上來講 相色方面 非常之美 另外 其實沒想過 這個一番獎的系列 它那個Figure 做的仔細度 就算是這一類型的Figure 都是最 做得很好 可以這樣講 這個系列的Figure 其實就是 一番獎的新的Item List 新Item來的 所以某程度上 這個系列 都會繼續出的 接下來 一番獎的 Carmen Rider Saber 現在 就出了 No.1的第一個系列 接下來 這一年 都會出 No.2的Set No.3 像C01系列 一番獎 都見到 它這個 E賞的造工 是非常之美 仔細 要的金屬色 都有上到 色上去 都不是說拿樓灘的 都不錯 我覺得對於 Fancy Rider 也有一個 保障在裡面 起碼這個E賞 這次的一番獎 必定會有人 為了這四個 而學 今集 跟大家玩 Figure 跟大家預告 這個Carmen Rider Saber 一番獎 這個A獎 我都已經有在 接下來 都會再拍片 開完 給大家看 想看 A獎的實物 有多美 做工有多好 緊貼我們的Player Studio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Like和Share 我的YouTube Channel 和Facebook 訂閱出去 記得Subscribe我的YouTube Channel 按旁邊的鈴鐺 會第一時間收到我最新的影片資訊 另外 記得Follow我的IG Instagram 大家記住 有好玩的東西 就會有我的Player Studio 我們下集再見 我們下集再見 我們下集再見